我觉得刚才广美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不是极大丰富了之后 反倒没招没劳就没有选择了 你比如说就是这种动人的歌 就像你说你当年咱就能知道 其实我现在想是不是不多 选择不多 所以那个时候有个邓丽君 那就在深入人心 有个现在好像感觉那是什么 太多的音乐 但是为什么又没有什么让人记得住的音乐 就是当下的社会 我在我手提演唱会上的中间我说了一番话 就是说音乐到了今天 在中国已经变成了 曾经是我们所有年轻人 每天除了上学 其他事可以什么都不干 但是几个人就凑一块说我有这个 我就觉得极大的荣耀 我听过这个人的 你有他的磁带吗 你想转路没戏 就这种 他是一种光荣 到今天是他已经成为一种背景音乐的声音 可以能不选择就不选择的 那这里面他包含的问题有太多 双方面有我们创作人自己的责任 而且我在很大程度上 我觉得我们的责任更多 那么你永远都不要把很多的责任和那个问题推卸到受众群那儿 因为他们是被动选择的 是 对 是 现在有很多就说了跟没说的音乐 完了那个调点 有点不搞音乐的人 你唱第一句 我就能跟你哼出你要写的下一句 这是最可悲的 所以我在出我新专辑的时候 我就说我没有别的目的 我只想出一张 你听完了你一定会认真想去听 不再只是快进 跳下一首 完了就搁起来 永远不会再听 我不要这样的 但是所有的这个改变这个的局面是由我们自己做出的 你要写出刻在别人心里的音乐 你说别的没用 说我小孩有钱了 家里一共电脑里有三万首歌 所以一首没听 这些都是扯 就是是获取的手段越来越便利了 所以反而不怎么听了 这是整个的社会现象 但是好音乐好电影好文字 还是会感动人 这是不是还也是一个现象 是 对 可是我觉得是不是有这种商业的干扰 当然 这种唱片公司 因为我现在发现 他现在很多歌星干的事 其实跟音乐没有什么关系 对 他们是一种准宗教 那么人有这种宗教心理 对 就是跟你催眠 偶像 这一种准宗教 比如说一个歌 大歌星 不惜一切代价 把你弄成一个教主一样 对不对 那么因为你看 你当你成了教主之后 你就发现了 那还要卖什么 说句话都是精口预言 对 那何况一个什么唱片 这个唱片就可以是机器做出来的 事实上 它本来就是一个产品的产生过程 就像你说的实际上跟音乐没什么 做人的现在是 对 但是呢 这也其实是 这个其实在国外也是 只是我们和国外永远唯一的区别 就是在于内容部分的虚弱 我们会发现国外造一个巨星 但是你会发现他确实有东西 MJ有音乐呀 不是太有了 对吧 你看他看完他传记才知道 他那么的懂音乐 对每个乐手能要求的这么准确 并且不是瞎说 让你不得不费 在中国不是 什么都齐了 出场费也巨高了 然后就是所有小孩都已经昏倒了 但是唯独一点 就是你听他的东西 还是那么的虚弱 这个就是让我们 也就是广美说的 为什么他不愿意再听了 是啊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要自己争气 我就常常跟那些老大们 或者是跟我聊天的时候 我们就 我就说别的都不说 我特佩服你的运作能力 能把这个弄成这样 但真的求你 有一天让老外佩服我们的是 除了这个 他的东西又好 刚才文道讲的这个商业运作的 我真的是特别有感觉 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华人吧 我范围小一点 就是华人的那个感官呢 已经被宠坏了 对对对 就是说 在国外很多 不用讲到大师级的 就是说有一点分量的歌手 他开演唱会 他真的就是一个乐团 一个人从头唱到尾 哪有什么舞团乐队 羽毛这个那个什么 现在连咱就算大腕 要开个演唱会 哇升降的那个 那个什么电梯啊 然后从空而降 换20套衣服 不断换造型 请嘉宾什么的 如果你不是这样做的话 你就失去那个市场 所以我就觉得 就看完这一轮那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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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耍完花枪之后 到底 你留下什么 其实没有 对他个演唱会 其实相当于一个马戏团了 他就靠着这些个东西 来来来来忽悠了 但真正好的 肯定不是这样 对就马当纳 他也也有无数套 马当纳 对 但是你会发现 我看他最近的演唱会 他其中有环节 自己拿三种不同形式的吉他 这个环节就是他有弹唱 然后乐队 然后完全不是假的 中间一些过门 咱就说马当纳为着过门 过门这三个 松了练了三月 没问题 但是请你也弹出来行吗 你就会觉得 他弹的当时那一刻 这就太自如了 这就是马当纳 这是星星 没错 这星星你要干什么事 大星星 要干的事 就是别人不能 但是我又希望你能做到的 否则一句话 为什么我不站在这呢 我常常在卡拉OK里 跟一些朋友说 就是我就是会比你唱的好 为什么 那因为我是汪峰 你唱我的歌 你不是老想突破吗 但是我就告诉你 如果有一天 你比我唱的好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应该站在台上 但是现在我们很多人都有这问题 经常身边的朋友一去 这人唱太好了 这是他完全不是这动静 那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是艺人 为什么你一唱歌就给你20万 没错 为什么 没错 对吧 我我我经常在我自己特浮躁的时候 我就要这么提醒 你千万不要再这么绕了 就是太你 你能自己看得起你自己就赶紧努力吧 真是 你知道我这个有一回去跟一个一个大导演的一个探班 中国的大导演 我一下子我明白了一件事 就是说他在发脾气的骂人 他就骂那道具 说这几个小姑娘 你怎么给他上扎皮呢 就是这小姑娘不该喝的大扎皮吗 然后这导演就有点开骂 说为什么那么中国电影比人家好莱坞差一万年你都追不上 就是因为各行各业素质都低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明白 所谓中国这个一个大导演 是因为什么呢 他的综合素质较强 你知道吗 比如说有个服装 一件一件上来 我在他旁边看 最后他没办法再挑两件 我心里挑的也是这两件 这基本上就等于说什么呢 这服装设计的审美还不如这导演本人 这是中国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所以一般来说就靠这一导演各方面的有点能力 专攻这句话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行业里 现在是最缺乏 就是职业型 副业有专攻 就是说你千万别服装师挑的衣服 最后还不如我家里拿来的 没错 但是有时候呢 这个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很大的悲哀 有一次我拍个电影 我是一个从法国回来的一个很有品味的 所谓的白领的女强人 我为了我开了一个红酒庄 结果那时候我一去到那个场景之后呢 我们的道具老师拿了两啤酒杯 搁在那个那个就是放一红酒瓶 然后放两两啤酒杯 喝红酒 我看了我都傻眼了 我就说那个咱们是弄个什么醒酒器 然后拿两真的红酒杯 对对对 道具老师说没有啊 这喝红酒这杯子行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一开始我也冒很大的火 我也很想砸几场的感觉 最后我想不对 这些道具可能一个月就一两千块钱的薪水 他可能真的从来没有到一个 哪里哪里去喝过一杯红酒 所以我就觉得说不要苛求别人 我就叫我就自己冲回家 然后拿两红酒杯 然后醒酒器来搞定 所以啊 这就是这样啊 就是说你那很多挣快钱的太多了呀 老老实实说一辈子琢磨一件事 能把它做到专精 无人能比 这种人太少了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创为电视黄牌大放送 五十年前 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一所为海外龟桥青年创办的大学 诞生于桥乡泉州 五十年间 他几经沧桑 进入了海外华人和中华母体的飞风离合 连接着全世界龙的传人 成路永泉贝武州 华侠大学建校五十周年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华台 思想构处未来 中华人共和 掌握核心科技 创造超宝星纪元 好空调 蛤蜊灶 都快忘了 人可以活得这么放松 放下一切 让身心自由呼吸 也许 真正的成功 就是回归这片大海 去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海南千岁湾 海景公寓 独动全球发售 所以这音乐啊 这个还是跟个大环境有关系 但是你觉得现在像是说还在坚持 猫咬滚的 我听他们有些讲啊 真跟那个就是那个两个刘洋歌手 唱你歌一样也有些人说 你连日子饭都吃不饱呢 你现在周通这个 你有什么希望呢 你们当中是不是也有这个 我以前也是这样 虽然我家在北京 但是我借钱租房子 跟家里面实在不行了 再管我爸妈再借点钱 就是这样 但是你必须要告诉自己 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目标 就是我要成功 你要对自己 你要有方法 就是你要知道该怎么走这条路 我的梦想 过去的梦想 其实现在已经实现了 但是我现在有更大的梦想 就是我们做摇滚乐的 要让它更强大 要让更多做摇滚乐的人 有更多出色的作品 我们要互相帮助 做摇滚乐的人要有钱 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有了这个 才会有更多反馈给老百姓 给社会更好的作品 我们不能老一说就是这些人 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 反正我不是这样 我要更好 但是我所有的更好 我最大的目的就是 确实就是我想让我自己 能够有更多的便利条件 你给我做不了歌唱是吗 我自己拿钱做 我就在北京连搞无常 因为我有钱 我就是这样想 我可以跟你这么说 我从小到大 如果想通过音乐 更是创作音乐赚钱 我认为是世界上脑袋 进水最多的人 不可能的 不是不可能 就是太荒谬了 这种想法 废其心力 天天我的哭天抢地的 掏心掏肺的 写出那些感悟来 为的是去赚钱 这种人 那神经病 我如果要这样想 我绝对会选择纯粹的商业 经商去 我有这脑袋 但是没有必要 我如果要是做到这个 但是我要求自己成功 我要成为最成功的 我要成为最赚钱的 为什么不可以 因为我们就值这个钱 我从来不会像很多人说 搞摇一摇一摇不要去 我不是要求商业 我的歌 他是这样的 如果有很多人喜欢 包括很多 我觉得我们受尊敬的 那些音乐家 我们都应该希望他们去成功 祝福他们成功 有了他们 我们就像你刚才说的 这些极具职业性的 最好的艺术家 整个这行业才有希望 最终最终受惠的是谁 是老百姓 他们能经常在生活里 听到好的歌 得让认真干活的人 挣到钱 是吧 现在你将中国各个单位 这个发起牢骚来 都是说 最不干活的那个 拿的最多 一个单位 你对他的 只是干活 像我这样 把他最小 啊 好